吃一次等于十杯咖啡,骨科医生,三种素菜容易导致骨质疏松,尽量少吃,最近,一位年仅三十岁的朋友向我倾诉,他意外地被诊断出患有骨质疏松,面对体检报告的结果,他简直难以置信,对于年轻人患上骨质疏松,人们往往感到惊讶, 但实际上,这背后往往隐藏着与日常饮食习惯的紧密关联,比如过量摄入某些饮料,如可乐,雪碧和咖啡都可能导致骨密度的下降,然而,当朋友听说这些可能性时,他急忙澄清,可是这些饮料我都不常喝呀,经过深入交流,我发现他有一个特殊的饮食习惯, 对白膜情有独钟,几乎每餐都少不了这道菜,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素食,竟是他骨质疏松的潜在 元凶,骨科医生曾警告,某些素菜虽然健康,但过量摄入也可能对骨骼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白膜便是其中之一,其摄入一次可能相当于十杯咖啡对骨骼的负面影响 因此,医生建议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尽量控制这三种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的素菜的摄入量 一,苦瓜,苦瓜,这一绿色蔬菜的宝藏,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对于稳定血糖,维护身体健康有着积极作用 然而,对于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而言,它却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过量摄入苦瓜会导致血液中草酸含量激增,进而促使血液中的钙与草酸结合形成草酸钙 这一过程不仅不利于骨骼的形成,反而可能加速骨密度的降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程还可能诱发肾结石,对骨骼健康,构成双重威胁 二,竹笋,竹笋鲜美可口,但其内含的硫酸,却可能抑制人体内钙的吸收和代谢 长期或大量食用竹笋,尤其是骨质疏松症患者,可能导致体内骨盖减少 骨密度进一步降低,为了减轻这一影响,烹饪竹笋时,建议先进行超水处理 这样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硫酸含量 三,白膜,菌类食物,如白膜,因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而深受喜爱 然而,对于骨质疏松症患者来说,却需要谨慎选择 白膜等蔬菜富含磷元素,磷作为体内矿物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适量摄入对身体有益 但过量的磷,摄入会增加骨骼对磷的吸收 从而抑制人体对骨盖的吸收,导致骨质流失,影响骨骼健康 因此,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需注意控制摄入量 身体出现五个异常信号,可能是骨质疏松找上门了 一,牙齿的稳固性明显减弱,容易松动甚至脱落 这可能是骨质疏松的初步迹象 二,频繁感受到腰酸背痛或关节不适 这种疼痛可能源于骨骼的脆弱和不稳定 三,身体逐渐呈现出驼背弯腰的姿态 身高似乎也在不经意间变矮 这可能是骨骼疏松导致脊椎发生变形的直观体现 四,日常生活中容易失去平衡 经常摔跤,甚至轻微的外力就可能导致骨折 这是骨质疏松对骨骼强度造成影响的直接表现 五,呼吸变得困难,感觉呼吸受限 这可能是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胸椎压缩性骨折 进而影响了肺部功能 当出现上述认疑或多个症状时 强烈建议您尽快前往医院进行骨密度检查 以确定是否为骨质疏松所致 从而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保护您的骨骼健康 生活中养成两个习惯 提高骨密度 预防骨质疏松 一,警惕过咸食物的危害 如果您偏爱重口味的食物 那么请务必注意过咸食物的摄入 长期摄入过量的那 会促使身体加速尿盖的排出 这对骨骼健康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为了维护骨骼的强健 建议您在日常饮食中保持清淡口味 尽量远离腌制类食品 如泡菜 咸菜和腊肉等 让您的饮食更加健康 均衡 二,减少久坐 拥抱活跃生活 现代生活中 许多人因工作或其他原因 长时间久坐 无论是八小时的工作时间 还是下班后 躺在沙发上沉迷于手机 这种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都在悄然损害着您的骨骼健康 长时间久坐会导致骨组织自动减少骨量 肌肉也逐渐萎缩 从而加速骨质疏松的进程 因此建议您多起身活动 增加身体锻炼 让骨骼和肌肉都保持活力 享受一个更加健康 积极的生活 骨质疏松的三大主要症状 一疼痛 疼痛是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症状 其中腰背痛尤为突出 约占疼痛患者的70%至80% 这种疼痛通常沿着脊柱向两侧扩散 仰卧或座位时会有所减轻 但在直立、后身、久立、久坐时疼痛会加剧 弯腰、咳嗽、大便用力时 疼痛更为明显 通常,当骨量丢失超过12%时 就可能出现骨痛 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锥体 可能压缩变形 导致脊柱前驱 肌肉疲劳甚至静挛 从而引发疼痛 若出现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则会产生急性疼痛 并在相应部位的脊柱疾突上 有强烈的压痛及扣肌痛 若压迫到脊神经 还可能产生四肢放射痛 双下肢感觉运动障碍 肋间神经痛 甚至胸骨后疼痛 类似心脚痛的症状 当压迫到脊髓 马尾神经时 还可能影响膀胱 直肠功能 二身肠缩短与驼背 这些症状通常在疼痛之后出现 由于脊椎椎体前部承受较大的重量 特别是第十一 十二胸椎及第三腰椎 这些部位更容易压缩变形 使脊椎前倾 形成驼背 随着年龄增长和骨质疏松的加重 驼背趋度会逐渐加大 在老年人中 骨质疏松可能导致每个锥体 缩短约两毫米 从而使身长平均缩短三至六厘米 三骨折 骨折是退行性骨质疏松症 最常见也是最严重的并发症 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骨骼脆弱 患者容易发生骨折 这不仅影响日常生活 还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为何会患骨质疏松症 一股组织量的减少 骨质疏松症的核心病变 在于骨组织量的减少 这表现为单位骨体肌内 骨组织含量的降低 及骨密度的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减少并不改变 剩余骨组织的化学组成 二骨的微结构异常 随着骨量的逐渐减少 骨骼开始变得轻薄 骨小粮也逐渐变得纤细 当骨量继续减少到一定程度时 部分骨小粮之间的连接开始消失 甚至骨小粮本身也会消失 这种现象在中轴骨上尤为明显 中轴骨及脊柱 其内部由类似海绵状的网络结构构成 称为松质骨 当骨小粮消失后 骨骼的孔隙变大 原本规则的网络结构变得不规则 这种结构的变化使骨骼更加脆弱 易于发生骨折 三骨的脆性增加 与骨折风险上升 由于上述两种变化 皮质骨变得薄弱 松质骨和骨小粮变细 断裂 数量减少 孔隙增大 这样的骨骼在支撑人体和抵抗外力方面的功能减弱 脆性显著增加 从而增加了骨折的风险 当骨密度严重降低时 即使是轻微的日常活动 如咳嗽 开窗或弯腰端水 也可能导致骨折 这种与骨质疏松密切相关的骨折 通常被称为骨质疏松性骨折 灵臣 中文卷 另外一伙 小明 咳嗽